好,我们大家先请合照 我今见闻得寿词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扒师各位据大家阿弥陀佛 我们看课本 124页 讲到这里 讲到19经是吗 第19 那前面是 有生有生极有生灭有生灭到极 好 那看124页讲完了吗 还没讲 讲到云河断关这边 他说又负差别着 要看这个 125页 123 123经这边 其他的应该都一样 就是看125页 123经这里 他说这其中的差别 就是什么差别 就是前面 前面这一部经 就是前面 我们来看还是翻过来看 123也好 他主要是在讲前面这一部经 然后后面这一些都是 用户差别就是有不同的阿罗汉 他们送出来的不太一样 那他就是同案并列 那就是这个阿罗汉 基本上是这样结极 比如说116经这样 有生 有生极 有生灭 有生灭到极 那么什么叫做有生 什么叫做有生极 什么叫做有生灭 什么叫做有生灭到极 在讲这个 好 那不同的阿罗汉 可能记忆不一样 或是佛陀每次说法 同样的不一定都是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记得也有可能不一样 那在结极的时候 每一个人出来讲 我是听佛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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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终极了许多人的意见之后 比如说500个阿罗汉 他可能这部经 有一个人阿难送出来的时候 首先阿难送 那阿难送出来的时候 其他的人 我是听佛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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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比较重要的 可能也没有办法全部 就是大概一样的就没有了 就差一点点的 那有一些小差别的 他就 那可能这个要尊重每一个阿罗汉 所以他就 就后面有这些 语如是说差别的 就是说 也有人听的不一样 差在哪里 就这样 又差别的 又负差别的 所以你看有一些经 有一些经就比较没有意见 大家听的都一样 有一些听 有一些经就很多种不一样 那这一部经算是比较多的 比较多的不一样的 你看116经这个 比较多不一样的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 部派是不是他们加进去的 但是这些优乎差别 优乎差别的基本上 可能就是多数了 多数 可能是当时的阿罗汉 不同的听法 所以他都把它解挤下来 那这个也有可能就是 第一个就是 真的是佛说的 那么佛在这里说 佛在那里说 说不一样的 那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阿罗汉 他误得的道理 确定是真的 而且他都是 三明六通的阿罗汉 那但是他的记忆 也不一定就是 都是像阿难这样 完全正确 他也有可能寄到哪里去了 寄到哪里去了 也有 那我们想说 这些结局的阿罗汉 假设我们现在这样想 这些结局的阿罗汉 全部都是三明六通的 那漏进通不用说 就是因为 他所证得的真理 一定是如此的 但是他有天眼通 有宿命通 然后难道他不能用神通 大家用神通观察一下 那过去到底 佛是怎么说吗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我有神通 那大家都有神通 只是神通能力不一样 但是宿命通 可以知道宿命 可以知道过去 难道大家不能一起用宿命通 观察一下佛到底过去 在什么时候 对不对 他才这一生也没多少年 那宿命通都可以知道过去生的 难道不能知道 过去几年间的事吗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这个有时候 不能说你有宿命通 你有天眼通 就能够确确都完全知道 如果确确完全知道 就很简单 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调影片一样 把影片调出来看 讲什么不就知道了 对不对 宿命通把过去的影像 调出来就好了 就调出来看 那到底佛陀讲什么 那大家都有宿命通 大家一起看就知道了 那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神通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就是好像说可以解决任何事情 其实不是 好 那所以这里就说到 那么 这个 什么叫做 后面这个又副差别 又副差别 我们看就是 差别不大 然后正有生灭 修断 那么这些 然后123经 他就讲到 世民比丘 断关 度欠 超越境界 脱诸房罗 见圣把床 那么 后面也会解释 什么叫做断关 好 那我们先来看 他这些名字 我们都比较少看到 断关 度欠 房罗 好 那 124经是 差别 云而断关 那你很明显就是说 有些就是记忆 就是佛讲到这里 有些就是 佛下面还有解释 什么叫做断关呢 就是差别 他们 他们结集送出来的不太一样 那我们说也有可能是 不怕加进去的 也有可能 我们不知道 那什么叫做断关呢 关就是结 断五下分结 那么 那 五下分结 我们知道 就是你要 就是下界的五种烦恼 我们知道这个 布派里面 他基本上是这样 有三个层次 那么 所断的有三个层次 断三结 断五下分结 断五上分结 虽然我们常常在讲 还是 还是一样在讲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 断烦恼基本上有 如果我们讲断烦恼 基本上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断三结 第一个是断三结 三结是哪三结 身见 身见 借尽取疑 身见 借尽取疑 跟疑 如果讲断的话 那再来就是断五下分结 五下分结 五下分结 是三结一样 身见 借尽取 借 然后 浴滩 跟趁 然后再来就是五上分结 那五上分结 就是这个浴滩 这个是一组的 由趁是从浴滩来的 那浴滩 浴滩就表示 贪爱里面属于浴界的部分 然后还有属于什么 色界无色界的部分 色滩无色滩 所以我们这样就比较不会忘记了 然后之后就是调举慢无名 所以 真实来讲 那么就是他三个诊字 一个就是断三结 第一个就是断两结 断浴滩跟趁而已 因为之后这三结已经断了 所以照理来讲 他就是断两结 断三结 断两结 断五结 那总共就十个结 基本上是这样 那断的三结叫做什么 出果 出果 虚陀凡 断五下分结是什么 三果 阿纳汉 断五上分结是什么 四果 阿罗汉 那二果呢 二果没有断 二果只是饱滩尊痴而已 所以我们说如果从断来讲 从断来讲基本上就三个诊字 第一个 首先断三结 这个是贱烦恼部分 再来断 再来断爱烦恼部分的 再来断爱烦恼部分的 就是浴滩跟趁 只要是这两个 那因为他叫五下分结 主要是因为 二果一定从出果来的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不断三结 直接就变二果 那是不可能 他一定是这个断之后 那如果要照三果 如果要照三果的这个说法 那么他生贱就进行 以浴滩称也要放在里面 但是他主要是在这里 叫做上戒跟下戒 上戒的烦恼跟下戒的烦恼 主要是这样 所以重点就是五上分结跟五下分结 这十结而已 重点就是这十个 那出果就是把这三个先断 然后二果基本上 薄贪称吃 薄这里的吃 薄这里的贪 然后三果就把贪跟称断掉 要先薄才能断 那就断爱烦恼的部分 那最后就把所有的 维系的烦恼断掉 包括涉贪如涉贪 那这个是我们讲断烦恼的部分 那上戒跟下戒的烦恼 我们叫三戒的烦恼 所以才能出三戒 你要断三戒的烦恼才能出三戒 主要是这样 然后这个所谓他说 什么叫断关 那这个如果这样来看 也可以说是生死关 那么什么叫度欠 那么这个欠其实就是 类似像护城的城墙 或是类似这样 那护城的这些墙 那么他说 或是护城河里面的 那么保护这个墙 他说为都无名升欠 那所以就是无名了 就是断烦恼 断五下分解 然后断无名 那么什么叫超越境界 就近无死生死 就是我们叫做超度 超越度脱 生死苦涵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你已经出生死了 那基本上就是阿罗汉 那么托诸防罗 为有爱尽 那么就是不受后友 基本上是这样 原而为见圣法禅 为我慢尽 那这个基本上就变成 色滩无色滩 然后慢无名 大概是这样 好 那少说又负差别者 那时候还有一些阿罗汉 记得不太一样 他会说 我是这样听佛说的 就是就这个内容 就这一本内容 有生 有生吉 有生灭 有生灭道基 就这个内容 我是听佛这样说的 除了这个之外 佛还有说什么 那么他说 断关五下分解 然后后面又多了 又多一点 世民比丘断五支 成六支 那么五支就是五盖 那么六支就是 成六支就是守护六根 那断五支就是断五盖 成六支就是成就 六根 就守护六根 守护一 一就是心 就是守护这个心 就是以正念守护这个心 心就是指这个心 一就是指这个心 一四种 一四种是 基本上是这个 四胜种 我们叫四胜种 那四胜种是 有一些讲的不一样 一般来讲 四胜种是 饮食 医药 卧炬 跟断足烦恼 基本上是这样 那有的讲是 是这样 四种 就是一四种 受用意识 那么忍耐寒乐 远离恶重 除浅 散乱 皮带 他说是这个 三不善寻事 除且 散乱 皮带 三不善寻事 那不善寻事 我们叫做 不善觉 大家还记得吗 三不善寻事 欲 欲贪 撑 贪 欲贪 撑 跟害 贪 欲撑害 欲 欲就是欲贪 欲撑 这三不善 有时候讲欲想 欲绝 撑绝 害绝 欲想 撑想 害想 那么如果再加三个 就是清理国土不死 有些 基本上这个是阿安经常说的 然后再加 这个不善寻事 不善寻事有时候叫不善绝 那通常是这三个 然后有些再加 加上去 就再加三个 清理国土 就是会妨碍禅定的 清理国土 想家里的人 想爸爸 想妈妈 想谁 想国家 国土 清理国土 然后想不死 那不可能不死 那再加三个就变成六个 后来又加两个 就是傲慢的 足性 想起自己是高贵 总性 然后别人怎样 轻武 就轻灭别人 后来就变成这八个 叫做八不正 八不正思维 或是八不善绝 八不善绝 或是八不善寻思 寻思 不正寻思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一四种 有这样一种说法 那一般我们讲的四圣种 就是饮食 衣服 握具 不是饮食衣服 医药 饮食衣服 饮食衣服 握具 树下座 那么 成器 树下座 混扫衣 衣服是分扫衣 那饮食是 饮食衣服 后来我忘记了 四圣种 没有想到的再来说 然后一个就是 极 极端解脱 那有些把尘器要 当作四圣种 那么基本上是 另外一个是 极 极端 极端烦恼 另外一个是极端烦恼 那所以他这里讲的 一四种 一四种 另外 他讲 气舍 猪地 离猪囚 那么这个地 地跟囚 那吃圣种是 分扫衣 长起食 树下座 我们讲四圣种 写起来 这里有写 四圣种 那就是有两种 四圣种 有时候会忘记 分扫衣 长起食 饮食是长起食 分扫衣 长起食 树下座 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饮食 衣服 饮食 饮食 握具 就是睡的地方 穿的衣服 吃的东西 然后一个就是热断热修 那有一些把它改成成气药 但是应该这个比较有道理 热断热修 它才是圣种 热断热修 好好的断热热 好好的休息 那有一些是把它改成成气药 就变成 饮食 衣服 握具 医药 那只要一次这四个 就是你 可以让你超凡入圣的四种 就是少 前面其实就是少益之主而已 那么另外这里讲到所谓的气蛇诸地 离诸球 好 那这个我们比较没听过 都比较麻烦的东西 那么这个其实是有一些婆罗门 就是印度文化里面有一些什么二十五地 那像这种观念 那么气蛇诸地 这个没有水 不要 这个是跟印度文化有关系的 他说是气蛇 就是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观念 你要丢掉 你不要把那一些民间的外道的 这些不正确的观念 都拿到佛教里面来 那以为这个是修行的方法 或是道理 现在我们佛教所很多是这样的 其实是参了很多外道的东西 那么你一定要先气掉 就是你这些 我们说 第一个要去掉的就是 你真正妨碍你解脱的就是我们说身见 就是你 第一个是很正确的观念 你以为这个观念大家都有吗 没有 现在很多都是在讲 真常心的概念 这佛教 修行很多 其实都是要引导道路真常心的概念 那这一点没有的话 就算你有戒有定 你最后顶多 最多最好 顶多是升到色无色戒天 其实是这样的 你还是不能解脱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说借尽取见 借尽取见 其实就是一些错误的观念 跟错误的修行方法 主要是修行方法 就是你解脱的正确观念 就是身见 就是无我要断身见 你要断除这个 叫做断身见 那你还要断除一些错误的修行方法 叫做借尽取 你以为一直保持这样 那你就可以解脱 一直这样做 你就可以灭罪 一直这样做 你就可以开悟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很多人现在会觉得 人缘经是开悟的 那人缘经的功德在人缘咒里面 所以你只要一直能缘咒 一心念人缘咒 你就会开悟 这个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借尽取 叫做非因即因 那非果寄果是 你正的这个境界 你以为是解脱 其实不是 你只是 你只是一心专注 那有一些境界 这样你以为就解脱了 那这个就好像 你见到光 你就以为是佛陀放光加持你 这个叫做非果寄果 那这种东西其实 在我们佛教里面是很常见的 你是很常见的 有一些感应 你就觉得 这个观音菩萨注意到我了 观音菩萨给我加持 那么常常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 你一定要弃舍的东西 那现在告诉你的这个诸地 其实就是 当时沙门婆罗们的一些 错误的观念 他们对世间错误的认知 那有些认为 这个世间是由犯天创造的 这个是一种观念 那这个世间 它是自然形成的 无音论 长音论 断面论 反正就是种种 非常多的不同 那这个 这个世间总共分成 几种真实的法 第一就是真实 那么比如说 他认为 这个世间是 地水火风 那么空是命 就很多啦 就是他组合的主要元素 而且这个元素是真实的 不能没有的 那么类似像这样的观念 好 他是要弃舍 弃舍就是贬弃 弃舍 重 诸沙门婆罗们 诸沙门 就是当时的主要的沙门集团 其实很多 最大的七大沙门集团 佛教再带上六四外道 就其他的 就是其他的 诸沙门 其实不是只有六四外道而已 还有一些小的 其实还有很多 但主要是比较多的 还有婆罗门 沙门 婆罗门 诸沙门婆罗门 各别地 当时有很多种说法 我们一般叫九十六种外道 各别各别的地 它有些什么地 比如说数论有二十五地 举个例来讲 比如说六派哲学里面 数论 当时在那些就有各式各样的说法 数论讲二十五地 瑜伽 就当然部派里面 六派哲学是部派之后就有了 那数论 圣论 瑜伽 正理 弥漫差 费谈多 这个是六派哲学 我们就写一下好了 不然大家不知道 数论 圣论 那你在大圣的经典里面 有一些就比较会用到 阿含经的时候 六派哲学还没那么多 但是有一些文化 当时已经有了 数论 圣论 数论 圣论 瑜伽 正理 就是数论学派 正理学派 我们叫做六派哲学 数论 圣论 瑜伽 正理 正理讲英明讲逻辑的 弥漫差 费谈多 弥漫差 费谈多 弥漫差 费谈多 对后期的纵观有一些影响 正理瑜伽对维氏有一些影响 弥漫差非常多 尤其是非常多的观念跟 佛教中观的观念非常近 对维氏后来就从成那之后 就学习正理学派的英明 所以后来维氏也讲英明 这个跟维氏比较有关系 这个跟中观比较有关系 《数论圣论》里面有很多观念 这两本玄奖也有翻过来 他们的著作 那婆罗门个别地 他当时佛陀时代就有很多种说法 然后这个是后来 他们根据前面的这一些 这些都是六派哲学 都是以婆罗门为主的 就是他是以婆罗门为根本的 就是以这个范 这个是支持婆罗门的 他就是从婆罗门思想下来的 就是佛陀时代的婆罗门思想下来的 那衍生出这六派哲学 那佛陀时代还没有这些 当时他已经有婆罗门思想 那六派哲学就是支持婆罗门的 那六四外道是反婆罗门的 六四外道是反婆罗门的 包括佛教都不认可婆罗门的 这些犯的思想 奥伊斯特思想都不认可 但是六派哲学都是 都是以婆罗门为宗主的 就是以婆罗门思想为主的 所以这些在当时就有了 那苏论讲二十五地 那瑜伽 瑜伽学派 讲二十六地 反正就种种很多种说法 他们都是继承 继承这个婆罗门思想的 所以他是叫做弃舍诸地 那意思就是 你不要去信这些 沙尔文婆罗门讲的那一些 就是理论 这些理论不真实 那有一些是真实的 佛陀认可的婆罗门的理论 就是第一个就是奥伊斯特思想里面的 一页有轮回 佛陀认可的婆罗门的理论 就是婆罗门里面 婆罗门 也不能讲婆罗门 就是婆罗门里面后来有 所谓改革变成所谓奥伊斯特思想 那奥伊斯特思想大概在 佛陀那个时代 当然理论已经出来了 那奥伊斯特思想里面主要有两个 两大核心思想 佛陀是认可的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一页有轮回 这是奥伊斯特思想说的 一页国的理论从奥伊斯特思想开始说 一页有轮回 就是我们会轮回 基本上是依我们的页 有页然后有轮回 所以世间世间重见里面也是这样 而且这个一页会影响 那么有过去 现在未来像这样的 一页有轮回 这个是婆罗门思想里面的 佛陀认可 佛陀认可 第二个是一字得解脱 这个佛陀也认可 这样讲是对的 但是婆罗门的字 跟佛陀的字就不一样了 就是到底可以解脱的智慧是什么 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是婆罗门的话 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我不是真的 也不能讲不是真的 婆罗门的观念是 这个我是由上帝创造的 范是唯一的真实 那你要离去对这个我的执着 回归到范跟范何而唯一 那你要有这个智慧 那这种就不是佛陀认可的 所以佛陀讲婆罗门是常见 这个是常见 但是一字会得解脱 这个是真的 只是你的 你所谓的智慧 不是真的可以解脱的智慧 只是这样 就好像有一些沙门 有一些 有一些沙门 六师 六师外道的沙门 他们正的飞响不飞响 他们认为这个就是解脱 佛陀跟他讲 这个还不是解脱 类似像这样 所以一字得解脱 其他像婆罗门里面的三大干领 祭祀万人 没有 佛陀不认可 婆罗门至上 有这种总性至上的概念 而且是 一生下来就被规定了 以血统与总性 来讲你高贵不高贵 这种观念 佛陀不认可 四种阶级的观念 佛陀不认可 里面是婆罗门至上 不认可 就好像 婆罗门至上 有一点就是 我有使命来的 我是带天命来的 像这样 出生就是婆罗门 我是带天命的 其实不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 祭祀万人婆罗门至上 废头天晴 认为废头经是 犯说的 是神的启示 那么佛陀也不认可 这三大纲领 佛陀都不认可 然后六四外道里面 有一些修行方法 那么佛陀也都不认可 但佛陀认可的 基本上 基本上就是 一字有轮回 一字得解 一夜有轮回 一字得解脱 就生死跟解脱 有生死跟解脱 有生死跟解脱 有些沙门外道 也不认可 他认为 没有解脱这件事 就断肩了 或是说 有解脱 但不是一字得解脱 是什么 你时间到就解脱 时间没到就没解脱 就不一定 反正这种东西就很多种说法 好 那你要气舍掉 这一些种种 不正确的这些观念 个别地 好 那这个叫做气舍诸地 好 黎珠球 他里面还有一个黎珠球 全部好 对 这种东西 都不能回忆 那种东西 求当然就是求取 希望求取 我们一般佛教徒就常说的就是 求福 求慧 求解脱 求成佛 这个是还比较好一点的 比较一般的就是 求男求女求长寿求富贵 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 这个地藏经也这么讲 钥匙经也这么讲 普门品也这么讲 反正不管你要念这个菩萨 然后你就求求就念 不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很多人就会误会 那么印度那个时候基本上也有一些所求 那说所欲求 所欲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长寿 富贵 那么有求 有求就是基本上 就是你下辈子 然后会再怎样 会再怎样 未来的 那么自己的 那犯恨求 这个是三求 犯我合一 犯行求 这个叫三求 就叫三爱 求 基本上叫三爱 所以 有爱 欲爱 有爱 一般讲 欲爱 有爱 无有爱 一般讲三爱是这样 三求 就叫三爱 好 另外 他还有一个叫做 气舍朱地离出酒 敬朱觉 敬朱觉 这个都是当时不同的说法 那敬朱觉就是清净的 就是你要怎么修的问题 那你要怎么样 清净这个心呢 他的事是断欲解 绝就是寻师 会绝 害绝 一样 就三不寻师 欲 这个其实就是三害 三不善绝 朱觉就是三不善绝 刚才讲那些 三不善绝 不善的 不善寻师 读寻师 那么 其实就是让你静心的 因为你 你会想这个 会想那个 静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想 想昨天 想今天 想未来 然后 想家里的人 想怎么样 反正一大堆 欲绝 害 会绝 会 称会 会绝 欲绝 会绝 害绝 害就是要报复 被人家怎么样 被人家怎么样 成心之后就会起报复 或是 那么你起贪心之后 就会想要去伤害人家 或侵害人家 类似像这样 那么 静珠觉 这个觉是思维的意思 思维 其实就是你的心 要如理思维 要常常如理思维 善思维 善思念之 好 另外有一个 后面是 离珠球 弃舍 弃舍珠地 离珠球 敬珠觉 深行喜 还有一个深行喜 这上几个名词 比较复杂一点而已 深行喜 深行喜 就是叫你修初入洗 初洗入洗 要修初入洗 修安那般若 进 出洗跟入洗 叫做深行喜 好 另外 其他的就不是那么复杂 其他的一样 心善解脱 慧善解脱 其实就修这个心 由这样 善就是善巧 依这样的方便 那么心清静 那么断烦恼 没有错误的观念 没有错误的思维 那么有正确的方法 深行喜 有正确的方法 那么就可以达到解脱 那讲这个做什么 前面不是讲 有生 有生见 有生灭 有生灭 道鸡 就会讲这个 所以你要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解脱 当然就跟段三节 段五下分节 段五上分节 那没有错误的 这一些观念 然后有正确的修行方法 那么这个当然是有关系 大家主要在讲这样 所以 我们124还有 还没讲 脱诸房罗没有讲 我们再回来看124 我们现在已经讲到125 124还有一个 什么叫超越境界 为就近无时生死 云而脱诸房罗 这个我们没有讲 为有爱境 云而见圣法传 为我慢境 那么脱诸房罗 房罗其实就是当时的一个名词 它是监狱里面都有防卫巡逻 或是你的城墙里面有防守巡逻的侍族 那你要怎么样 就是你在这个生死层里面 怎么见到解脱层里面 你怎么样出这个地方 然后进到涅槃层里面 那么你要避开那些 避开那些防卫巡逻的侍族 那才能够 才能够争得到涅槃层里面 那这个是在比喻什么 就是 这个你有这一些 有这一些 他说有爱见 就是你有这一些烦恼 贪爱的烦恼 你就不能够入涅槃层 你就好像被抓住一样 你被这个贪爱抓住了 那么你直取这个武欲 你贪爱什么 你就像被什么绑住一样 那么你当然就没有办法 能够久到涅槃层 是这个叫托诸房楼 那么托诸房楼建圣法床 这个床跟帆都是 显示佛德威德力的 功德的 显扬佛陀功德 有船跟帆 后来佛教就很多都是 寺庙很多帆很多传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访那个 访那个世俗的 那么世间的人 他皇帝要初选 或是要打仗 他都会立那个牌子 写那个旗子牌子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显示威德力的人 其实是这样 然后显示这个功德 然后有一些皇帝要初选 就是闲人 闲人回避 怎样怎样 然后前面拿那个牌子的 有没有 中国人都是拿牌子 那印度人基本上 拿那个有一个布 然后写 然后类似船跟帆 类似像这样 那都是显示他威德力的 显示他的功德力的 那建圣法床 基本上就是 你由我慢见解脱 那么得到这个 得到这个解脱的功德 好 那这个是我们刚才忘记讲了 没有讲到 现在再回过头来 那后面又多一个 就是说除了讲这个之外 你看就这么多差别 心善解都会这样子说 存依利犯恨无上事 这个就是之前有讲了 那么祈祷有三种 实觉意三种 那么有生四种说 罗汉有六种 那个就是后面 就是这个在总结前面的 罗汉六种就是120到125 这6 123456 这六种 就讲六种 那有生有四种 就119 前面这四种 119 这四种 那祈祷有三种 实觉意三种 这都是在讲前面这些经 就是从113经开始 113经开始 然后144 145 16 116 17 17 18 好 所以这个只是 总说前面的而已 没有什么 好 那大概 大概是这样 那存依 我们解释一下好了 存依就是独依 独依无侣 就是他自己这样 得解脱的 存依 利犯恨 其实一般我们讲 犯恨以利 无上师 当然无上 那么有些说是 已经亲近无上丈夫 就是已成无上 好 或者说名为无上师 其实就是 到这里就究竟了 因为解脱就是究竟了 究竟就是无上 在上面没有 没有解脱之上 还有什么 不过 如果从大圣来讲 这个是阿含经 你解脱到 大圣来讲 阿罗汉不是无上 佛才无上 因为阿罗上面还有佛 所以他有所谓的四种圣人 僧文 辟知佛 菩萨 佛 僧文 比僧文还高的是 辟知佛 比辟知佛还高的是 菩萨 比菩萨 菩萨是阴而已 那么上面是佛 那大概是这样 好 我们再来看 翻过来 126页 126页 126经 前面都是一些名词 名词 我们把这个 先下课 把这个托珠房楼 再讲一下 他有一些 先下课